不言五大重點你做到了嗎 根據衛福部調查報告發現 台灣18歲的人口 有約85%近視族群 是全球平均的三倍 但根據菲利普調查 8000多名受訪者 74%的人認為好的照明會影響視力 只有32%的人在購買燈泡時 會留意並選擇正確的產品 例如菲利普的舒適光技術LED燈泡 就標榜在亮度不減的情況下 將光源的廣度提升40% 能有效降低刺眼眩光 不過關於愛護眼睛 我們還是有請醫師來說分明 第一點就是要均衡的營養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很多眼睛需要的元素 是來自於蔬菜水果 包括我們視網膜裡面的葉黃素 它就是我們視網膜底片的碳粉 第二個充足的睡眠 眼睛也是一個器官 它跟我們其他的器官都一樣 都需要睡眠 都需要休息 它眼睛會因為疲憊產生假性近視 假性近視 假性近視久了以後 近視就會增加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光源 透過光源來看東西 光如果太亮太暗都不好 所以說光的品質穩定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適當的使用3C 我們眼睛是看遠的才是休息 如果這近距離太久的話 我們眼睛的焦距會停留在30公分以內 那對我們眼睛來講是容易產生疲勞的 定期導演科醫療機構去檢查 適當的一個檢查 可以讓你早一點對疾病提出預防 不刊動新聞 保護眼睛 鞏固牙齒 報導 蘋果環境15多年 送你百元7米鎮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市集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台灣蘋果日報APP 請問一下